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将近 而在家中担起重担的是 伟大的父亲与母亲 在每年这么特别的日子 忠耀乡都会举办 模范父亲表揚大会 而是在18个村庄中 每一个村选出一位接受表揚 而被选上的模范父亲 也相当的荣幸 台下的家人们更是兴奋 使现场的气氛相当的温馨 我很希望 我们所有的模范父亲 以及所有的爸爸 大家可以说 身体永远健康 生活永远快乐 每一日都以相对好的心情 来过到每一天每一期 每一天每一天都能在社会上的 每一个家庭的资助是父亲 虽然往往父亲都不善表达 但对家庭都是默默的付出 多位议员也前来参与此次表揚大会 对父亲节的感触也相当的深 更对在场的18位 接受表揚的模范父亲给予祝福 也肯定这些模范父亲在地方上的付出 提早来庆祝我们的父亲节活动 来在南岛分论会馆 来基盟到这个模范父亲的表揚大会 公司也非常重 是这个活动 特别来这儿来办理庆祝 我们中聊一下提早举办的父亲节 爸爸节 希望在这个节日里 每一位父亲都能身体健康 万事都如意 祝福天下各位父亲 爸爸节快乐 看见这18位模范父亲 每位都笑容满面 高兴地接受表揚 希望在场的所有父亲 都能够以模范父亲为目标 更祝全天下的父亲 父亲节快乐 记者刘永胜中疗采访报道